好的我们来看一下VP对阵奥德 BO3的第二局比赛 然后比赛呢依旧是阵中杯第二赛季的小组赛 然后第一局的话奥德是选择了一个带线和手高能力很强的阵容 想跟VP拖一个后期 但是VP还是体现出了一个很强的抓机会能力 通过中期几次比较精准的对对方核心的捕捉击杀 加上一波控盾奶 然后是成功上高一波带走了奥德 没有把比赛拖到了一个后期 这个我们也是比较喜于看到的 那么第二局的话呢 这边奥德是在夜眼方 选择拿到了暗影萨满加剃刀 VP还是魔码和剧魔 这边奥德应该是针对性的 针对性的选了一下这个剃刀 觉得对面这种 VP剧魔是一个核心英雄 剃刀比较克对方的核心就选了 然后第二轮是扮了精灵和光法 VP第三车选的是术使 然后奥德选的是蝙蝠骑士 蝙蝠也是木人的一手绝活英雄了 这个之前很早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 然后这边VP的话第四手 目前来看缺少的是四号位和中单 按照他们选人风格来说 应该还是先选四 先把六这个点补出来 然后最后给None选一个中单 这边四号位上面打对面带蝙蝠的阵容 有一手蚂蚁 是之前VP会用的 就是A炸蚂蚁 但是现在这个版本可能蚂蚁打四号位 节奏比较弱 而且最近确实Liu已经很久没有用过了 我觉得不太适合这个版本的节奏 选蚂蚁可能还不如选一个像拉比克这样的英雄 比较好去发挥 有秒举 而且可以偷小白的技能也还是还不错的 我觉得VP这四号位可能是一个需要出推推棒的英雄 帮助巨魔被抽空的时候推一下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VP这一个四号位选小鹿是可以的 是可以考虑选小鹿的 如果凶一点选大鱼人也可以 夜魔被绊 发条被绊 杀王还在 杀王也还行 选项还是比较多的 Liu这个选手英雄池确实比较广 所以不太好判断 这边奥特的阵容我们来设想一下 他们是缺少一个 这边剃刀的位置还不确定 应该是中路和优势路都可以打 主要看对方的位置来分配 打马格纳斯的话其实不是特别的好打 要跟小白去配合才能击杀 然后这边中单 要看对面中单怎么去选人 如果对方选一个像火枪这样的英雄 剃刀其实也是不好去对的 所以提到这个位置还不好说 VP想了很久选了一个船长 强化了团战 看一下奥特这边选什么 VP这个团已经是非常强了 马格纳斯团长术实 三团控 而且是两个无视魔养的团控 加上巨魔的一个强力输出点 最后中单 None这一局比较适合选的英雄 我个人感觉应该是圣堂刺客 但是圣堂刺客有点怕蝙蝠 所以不知道None会不会这样考虑 配巨魔的话 圣堂刺客是我感觉 他们目前来看比较适合的物理核心 如果不依赖巨魔和魔码的物理输出的提升的话 选一个女王也是比较不错的 这边第四手奥特也是想的时间比较久 其实VP这个阵容啊选的已经比较完整了 奥特想去破对面的阵容是比较难的 还是先选了一个辅助 四号位蓝胖子 实际上是一个能够挂双中的英雄 选了蓝胖的话 奥特应该是一个一号位踢刀了 因为踢刀和蓝胖没有必要把这两个点的资源全部放到中路去挂 踢刀已经是比较无解了 所以踢刀可能是走优势路 然后中路放一个蓝胖 保证这样自己中和上市两路优势 最后一手扮人 VP应该是扮一手中单英雄 VH的中单英雄 偏发育型的英雄 卡尔可以考虑一下 VP是扮了个狼人 VP觉得踢刀可能还是中 扮了一手狼人 我是感觉这个踢刀打一号位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而且VP这个阵容不是很怕狼人吧 应该 除了术实之外 别的人都不是很怕被切的 都是不太好被切 都是本身带控制的英雄 而且狼人跟巨魔打正面可能也不太好打 最后奥特斯办了一个拍拍熊 办了拍熊这样的一个比较凶的英雄 而且是个进展英雄 那么他们怎么读巨魔的位置呢 他们觉得巨魔可能是中吗 看一下这边奥特斯怎么选 最后一手确实不太好想 VP的还好一点 我觉得VP的巨魔打一的话 中单配TA或者是女王还不错 但是这局TA好像确实被克的比较厉害 蓝胖子加蝙蝠 如果不选胜藏刺客的话 推着球机次也可以选影魔这样的英雄 好的这一手旋人想的时间比较长 他们这阵容目前爆发能力比较弱 前技能甩技能的英雄主要就是暗影萨满 主要是靠小Y的这个电 加上剃刀一个等离子场来打伤害的 爆发是比较低的 而最后要补一个核心 这个核心既需要有爆发 还需要有一定的成长性 确实比较难补 我觉得 卡尔还可以 这局如果补中单的话 卡尔还可以 还真的是个中单剃刀 大哥确实是补了一个 刚才我们所说的爆发和成长性的输出 选择了一个死问 但是死问这局可能被控的会比较多 马格纳斯加术士 双团控 加上船长的船有减伤 死问这局感觉不是特别的好发挥 最后一手 在看到对方死问之后 这边VP会怎么选择 有没有可能选一个黑鸟 提高阵容的一个容错率 多一手救人 防止被对方控到之后的一个强杀 还是选了女王 就是感觉VP 如果说不考虑对方阵容的克制性的话 他们这个阵容去配中单 最适合的应该是TA和女王 但是这一局 奥德阵容确实有点太可TA了 所以是选了一个女王 女王主要是 他不是很吃这个巨魔大招 包括马格纳斯斯授予力量 但是还是强化了团战 又多了一手爆发 这样团战的能力会更强 奥德阵容 他们的线上是比较强的 中路一个剃刀加蓝胖 这个蓝胖不管去不去中 女王都不是特别好打 但是女王是不怕剃刀的 所以蓝胖可能还是会去中 选女王主要就是女王打踢刀比较好打 这也是我觉得奥德这个踢刀打优势度 更好的一个原因 如果奥德这一局是个优势度踢刀 中路是个卡尔的话 这样对方无论选什么样的中单 其实这种都比较好打 选手这个时候还能发这些 语音的是吧 Ramji的头像是个猴子 Solo头像是个屠夫 猴子的开悟出门 两个悟做两个眼 小歪的线眼蓝胖的线眼 打字了吗 Good luck good luck you too 中路的话 No one的女王 来兑现这边 威哈的剃刀 剃刀是 对打女王其实买鞋也没有意义 女王又blink 直接属性出门 跟女王去拼一下补刀 而且打女王的话 可能会比较早的去学这个被动 防止女王毒标去耗血 依靠这个进化的效果 六是打了一个船长 带了一双鞋 Solo的术士还是照常 全包 Ramji继续剧魔 再用剧魔的心嘲讽 这个剧魔看样子喝多了 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一个漫画 叫做悠悠白书 这个剧魔比较像里面的一个人物 叫做咒 那个咒呢 是个酒鬼 这个剧魔看上去也像是个酒鬼 确实是比较符合上战斗民族特点的一个英雄 之前看帝国DAC的比赛 也是非常喜欢剧魔这个英雄的 木耳的蝙蝠是一个 那个宝瓶的海洋套装 骑着一条鱼 骑着一个 这是鲨鱼吗 看这个骑像鲨鱼啊 但这个片儿 又不像是鲨鱼 感觉VP的人还是挺兴奋的 各种打这个标识 魔鬼鱼 学到了 服分啊 哦 这样 中单女王 卡兵不错 学布林克 直接秒臂走 抽了七点弓 影响并不是很大 船长过来给一个先手水 水起来 消耗一下 但是这个剃刀 还收到了一个反补 上路马安纳斯 直接交了一个拱 下路是蓝胖子 来线上宝蝙蝠 压制巨魔 这样巨魔可很难受 需要赶紧把魔暴买出来 蝙蝠蝠蝶油 加蓝胖的烧 都是欣赏很强的技能 这边术士跟蓝胖拼 明显是没有前途的 给了一锤 小白是没有去往前跟 学的是电 是以消耗为主的 拿他上路只需要注意血量 就可以了 船长继续双中 混到二级 学水刀吗 学的还是标记 学水刀就是继续消耗 学标记就是要动一下了 游走一波 蓝胖子还是被打残了 这样蓝胖子要被迫回一波加 这样这个挂人的蓝胖子 其实并不是很成功 最好的是挂别人一波之后 对方残血自己没有蓝 贴个进化继续来逛街 回蓝再找下一路去逛 这样回一波加的话就比较伤了 女王继续去用标号血 踢刀是 诶我们注意 威哈踢刀 他是三级留了两个点没有加 没有加这个不稳定电流的被动 诶下路 动手 杀了 诶 最后让了一下人头 感觉想让给巨魔 但巨魔是没有出手 被术师的暗炎术烫死 问题不大 六中路混到二级之后 一波动 拿到了一血 进攻买了魔棒 术师继续拉野 蓝胖子出门之后 吃了个赏金服 快到二级 再往下路走 上路死温是空补 芒纳斯跟小Y两个人 两个人玩 诶过来 一个先手的标 船长有二连 给到标记接水 踢刀这个位置有先灵之火 先放一个等 诶肯定是死了这波 先买了一本TP 女王双挂剑 这样踢刀这个中路 已经是 不说占不到优势了 这个线都已经不太好占了 双挂剑之后再收起个兵 瓶子是快有了 抽弓 诶 有点贪 这波是想再补个兵 避走直接回家了 这波 因为是完全没有蓝的 船长 再来到下路 术师给一个岸数 恢复一下 边路买出绿鞋 感觉Mr.这个蓝胖的前妻 对于现场的帮助不够多 这个踢刀是没有 没有能够达到这个展现的优势 前妻感觉帮蝙蝠不如帮钟啊 踢刀还是学了二级的臭弓 但是打女王的话 其实意义不是很大 女王回家补满之后来到中路 带了一个大药 斯文走势加退 臭弓 必走 抽了十点 就只能靠第一秒钟的臭弓 依靠这十点的攻击差来补 对于双弓箭女王来说 其实影响并不是很大 两个人过来抢服 蓝胖子晕一手 吃一个奥树 再给一个丢 看到自己跑掉 线上的话 这边巨魔的发育 是被蝙蝠压了一点 补刀跟蝙蝠差不多 但是斯文是基本属于空补的 29-15 马格纳斯线上只昏到了一些经验 补刀非常少 只有两个 船长继续来中 这边一个先手水水道了 女王有两个技能 先给一个标 再A一下 有标记 拉回来 尖叫 但是被小白捆了 船长追女王是有blink的 被毒死 自己往回避 安全 有先灵之火 可以一个进化 这边女王是没有问题 而且马上五分钟 可以去吃圣坛 瓶子应该也晕到了 那么女王节奏还是比较不错 依靠这个 六船长的一个帮助 做出了绿鞋 这个船长 而剃刀的话 线上是连四两次有点伤 剃刀这个英雄 其实 诶 这边一个晕 但是伤害不够 女王必不来吃圣坛 剃刀这个英雄呢 其实属于这个线上强势 然后中期补发于能力比较弱 后期正位能力 也不是很强的英雄 就是有点 不太能够接受前期的劣势 如果提交前期是劣势的话 那么这一局提交会非常难以发挥 是会很难发挥的 又是一个牵手水 这局只能靠 Resolution这个词问了 再一标 一级的稳定电流影响不大 蝙蝠下路进野区 烧野 现在VP就是这个马格纳斯比较惨 但是核心发力都还是比较顺的 而且先站的也很稳 船长过来骚扰一下 给了一个二连 拉回来 打一波 伤害应该是不致死 蝙蝠开火直接反打 但是血量太低也杀不掉 船长直接TP 骚扰了蝙蝠一波 蝙蝠运来了一个大药直接吃掉 下路有个恢复神符 蓝胖子直接吃了 也不能让个女王 女王应该是又运来了一双鞋和凝魂之类 这个鞋就站得非常稳了 树石来了中路 这两个人 没有控制 摇巨变 二级的巨变 直接是站控场 把踢到赶走了 主剧变得舒适 这波是没有跟船长配合上 上路 小白跟斯文逼一波塔 马纳斯马上到位 开一波塔房 想勾兵 但是斯文是已经六级了 站位要小心一点 蓝胖子也报到上路 这波想直接 打开上路这个点 赶走猛马来推塔 但是这一波并不是刷车的时间 帕萨是绕了一圈 跑到这个位置 藏着 蓝胖子找了一圈 没找到 哎 发现了 发现了 马纳斯一个拱 直接回来 中路被晕 斯文往前跟 开大招 卡位 小歪 能不能捆到 捆到 那吻杀 但是之前的话 Ramjus在下路是先杀了蝙蝠 然后开始推 而且他们这个线控的很好 是通过拉野空线保住了一部车 所以这波VP是带车推的 蝙蝠复活 马上过来守这波塔 常常是把兵勾了过来 掩护这一部车 但是蝙蝠复活过来之后 这个车还是要被打掉了 上路被Resolution推掉 7分40秒 现在场上经济的话 斯文是全场最高 之后是VP双合 下路女王可以碰到一个加速 斯文已经封脸了 非常肥 敌模式7技没有学的学大招 继续来对塔施压 蓝胖的给塔加了个buff 水波 出着给自己安言树 强行扛 再丢一个隐燃 一本TP 这个塔不想放 晕一下 想留人 斯文也来了 炸回来一个树式 给锤锤 炸回来一个巨魔 锤锤魔 但树式摇了一个巨变 加上一个水 掩护巨魔 女王过来 一个套技能 打残所有人 但是没有死 点一手 蝙蝠应该是要被 堵死 女王加速符 拉开距离 等第二轮技能 蓝胖也阵亡 女王 不往前深追了 这波No One的 质源还是比较到位 杀了两个人 打退了对方的死问 完成一波推进 这波死问 首塔之后 还要回一波加 也有点伤 树式马上来 中路来补下等级 女王这波也主要是 有个加速 我敢于直接 避到人群中放技能 不然那个位置 其实挺危险的 蝙蝠骑士 直接TP过来 再战鼓 包后有大招 想杀巨魔 巨魔三位鞋 往前跑 看炸的位置如何 开火 直接拉 拉住 给一个镖 船长 拉住蝙蝠 给二连 蓝胖子蝙蝠 两个人 貌似输出不够 巨魔直接 想反打 反点 吃魔棒 但是有火在 应该也不深追了 这波是呼唤一波技能 没有死人 剃刀 从这个位置 包过来 想收一个残血的人 但是没有视野的话 这样包还是太勉强了 等个赏金符 应该还是要撤 巨魔回家 拿到祭品 关张补6 藏了个小歪 诶 还真的是收了 漂亮了 这波我们看 No1的BlinkCD 应该是女王 直接逼过来 想控服 被威哈 这个守住戴兔 给蹲到了 收了个女王的人头 这个剃刀 很开心 下面鞋 贴个进化 小歪快6级了 10分钟 有经验书 这边蓝胖子 蝙蝠小歪 三个人开悟 应该是给小歪递了本经验书 小歪到6 船长应该也是回家买经验书的 也6级了 中路包过来 这一波 先点一手眼 VP术实 也是有6级的 VP先动手 大招放出来摇巨变 马格纳斯很关键 被拉住了 拉住猛马 能不能秒吗 是有大的 大招能开出来吗 接力手晕 秒掉 斯文这边一锤 把地狱火清了 这一波是VP先动手 正好对方也是开悟包过来 而且技能很 技能很齐全 中路这一波 女王有大 船长有二连 给了个先手水 骚扰一下 女王大招S掉 卡了一个视野蓝胖 是没有晕出来 还想守吗 想守 不要记 有三连的船长 留的是斯文 直接开船 斯文被晕住 女王隔地形大招 再尖叫 斯文残血没死 反手锤住 小Y捆到大招 反杀女王 这边马格纳斯 拱过来 一个波 还是拨到了斯文 回收一个大招 大住两个 船长再是一个标记留人 小Y这波可能也是要死 趴上来一波双杀 锤起了小Y 小Y被杀 剃刀这边在追猛马 一个鞭子带走 一个灰伏服 吃掉 这波是一个人头互换 双方是都死了一些人 提刀再过来留 给了一个标记 拉回去 懒胖子过来 但是好像没有视野 舒适跑掉 诺万冲的还是很凶 整体来看 这波VP还是转了 女王跟马格纳斯 换了对方四个人 但这波提刀是 收割了一波 做一个战鼓 巨魔现在是赶紧发育 但是授予力量没有给到 中路继续过来推 塔是强推掉了 塔后有眼看到了术士 想先手 蓝胖子手太短跟不上 蝙蝠开火战鼓 强留船长 留到 再补一手拉 控制很多 基本是空到死了 这个地方的 眼位刚才已经被反掉了 马格纳斯 拱一下赶紧跑 蓝胖子正好是玄雲CD 不然应该是能留到 下路继续过来逼塔 这个死问也是 参团很早 开大招封脸 这个时候VP没有大招 需要暂时避团 VP这个还是比较偏大招流的 术士团长加上 马格纳斯 关键是术士这个大招的CD VP刀9 然后还有一个女王 天灰下塔已被摧毁 先做了一个散滑 把线推过来 然后这个位置奥子三人继续开悟 节奏很紧 这波是小歪大招已经赚好了 然后蝙蝠也是快又大了 还有20秒钟 直接包上 想找女王 女王这波带好之后应该是要走 这个位置比较危险 对方miss了很久 应该是不会带太长时间的 给了巨魔兽予力量 这里抱团要吃圣坛吗 状态其实还行 缺一点蓝 这波感觉VP技能快赚好了 可能也想开悟 术士有误 点真眼 先反一下对方的视野 确认这个位置 视野是安全的 那么这波VP可能会开悟来打 五人抱团 没有开悟 下路线不好 给巨魔buff 巨魔去收线了 这样这四个人就先缩一下 等对面来进攻 这个视野其实 奥德的进攻能力也是比较强的 像小歪的蛇棒 蝙蝠的大招 包括地刀的 这些基础装 都是做的比较偏中期 他们有两个战股 蝙蝠跳刀是差的比较多 这局死问打巨魔的话 其实出天堂之几 应该会更好一些 但是瑞苏特圣还是很自信的出了双刀 这边巨魔被发现了 开战股想强行流 船长要反流人了 先抽弓 巨魔攻击这边抽了七十多点 船长给了一个标记水 被拉住 拉回去船没有开出来 能开船吗 这边被晕一手 又是晕倒死 拉接晕 威哈杀人如麻 死问 中路先手锤 女王必走 反应很快躲开了死问的一个致命锤 这个锤中的话可能是要死的 不过小歪这波是 跟队友不在一起 在下路单带线 巨魔依靠buff是清一波远古 这个位置奥特是过来放了一个疯远古的眼 下路直接逼到二塔 这波小小大招可能会强推 提到是利用大招抢了对面的一部分远古 死问双刀应该是在运了 大招直接放 这个二塔VP是守不了 诶VP是开了波雾 但是两个大哥没有带到 这波赶过去的话 时间应该是来不及 有小人是旺在推得很快 但是我们看到这边 奥特也是意识到情况不对 选择了放弃 这边仙楼水发现了一个小歪 流道被反洋 战鼓开起来 大招断一手 地狱火怎么砸在高台上去了 马纳斯拱大大两个 死问先切船长 船开出来 远地放船 船长先死 这波VP还是要败退 因为女王跟巨魔第一时间是不在的 再赶快了已经来不及了 奥特开战 我想再追人 蓝胖子一个很远的 人号弹 加上一锤 巨魔被留 还是要死 这一波 VP的人第一时间是分散的 但是奥的人第一时间是人骑的 这个 solo这地狱火有点亮啊 砸到高台上去了 打了个控制效果 人头比是10比10 女王这边在对方野区打钱 看到蓝胖子 给了纷争 避一下TP 避了个树林 没有人能开视野 走掉 现在VP是进到了一个farm期 他们打团的话 现在关键装备还是不够 不够硬 远古也被封 solo长辈真眼 直接反掉 这一局VP需要等的关键装备是巨魔的BKB 然后马格纳斯最好是 有一个引刀能够切入 加上女王的一些装备 女王选择出林肯 这局女王其实也需要一个BKB 因为 奥的能破林肯的点还是非常多的 萨克萨这一局小歪是疯狂带线 带着很多危险的冰线 马格纳斯这边跳走 然后再一个拱 我正好滚到斯文脸上 顺势一锤 开封脸追 马格纳斯要被追死了 自己没技能被追死 哎哟 奥德已经上胜利迈进了 小白刚才是拉住了一部投石车 然后掩护斯文把这塔反补掉 现在VP只能分散发育 这边团战是接不过的 这个时间奥特可以利用这个阵容的强势器去打盾 可以打盾 打得也比较快 只要斯文放大招的话 还是想先推中国二塔吗 小白这个石棒已经是一段时间没有放过了 小白这个石棒 女王的林肯差一个卷轴 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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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做出来 这波想自己烧一波远古 这个远古萨特是可以烧的 因为他们是没有魔抗的 斯文跳刀 小Y好像也是跳刀了 斯文 小Y 蝙蝠 三把跳马上要同时做出来 这是奥迪一个非常强的切入进攻的时间 叠了九层油 远古全部清掉 蝙蝠也跳刀 三把跳 这一波VP技能也是齐全的 好像也想开悟应战 但是女王的林肯 巨魔的BKB还都差一些钱 没有做出来 现在是VP的一个出关键装的时间 而是奥迪一个关键装成型的时间 船长又是标记着自己过来看 看情况 斯文下落把线推过去 想让对方下落露一下人 这样可以多一些信息 知道对方人的位置 小Y的这个位置 跳过来放了一个现眼 然后走掉 打了点 小Y藏了一手 看到了女王 但是队友离得比较远 想单杀吗 这个女王血量 单杀可能还是有点吃力 但是有想法 我们看他放蛇帽在S 好像 队友在赶 刚那个位置女王如果 诶 来了 来了一个队友 伤害够不够 秒掉 漂亮 这个现眼的价值很大 但是船长是放了一波三连 想反打踢刀 但是巨魔被拉到高台了 马格纳斯拱下了一个蝙蝠 这个大放的比较一般 只大了一个人 小Y跳羊 接斯文跳锤 巨魔被秒掉 术士也是倒下 这波是奥的一个非常轻松的灵换三 依靠于现眼先抓死了对方的核心作战能力的女王 女王一死哦 VP之面就没有什么爆发了 顺势过来空盾 这次出现斯文在空盾 无解肥斯文 这一局VP只能脱后了 这个局面他们 本身就是一个团战阵容 现在团战因为装备落后 不一定好打 所以只能是等关键装备 他们这种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干客点的 船长现在依靠一个水船三连 配合队友去杀人已经是不太现实了 杀不死了 女王应该是做出了林肯 提到做了一个天堂之计 来限制巨魔 巨魔的BKB 就看BKB这一波了 马格纳斯补了点金手 看到一个蓝胖子 但是队友马上过来 小歪跳过来想留人 带着BUFF移速很快 船长术士应该能留到一个 但是没有往前深追 船长给了一个标记 把剃刀控回去 剃刀很嚣张啊 这个走位 这边斯文 哎 跑哪去了 啊 跳到正面来了 大招直接开了 蝙蝠骑士 一个先手拉住一个术士 再见 这样的女王只能带球 这波斯文是先放大招 那这样也只能推个二塔而已 巨魔 BKB 快打出来了 拱过来给巨魔BUFF 这待遇 诺安B数0了 他实际上还是比较少见 这样的食物的 标记他 控恢复神符 被踢到一鞭子 无情抽掉 现在VP是憋得比较难受 但是没有办法 死问 锤到术士 但是没有动手 感觉这个术士 可能是个陷阱 下路小歪 被巨魔发现 但是被反流 给了一个水 不标记 再滚回来 小歪被秒 终于是开张 杀了一个人 巨魔是拿到了BKB 现在奥斯是领先了6300的经济 6000左右的经验 而且死问是有盾的 无解非死问 再等自己的BKB也快有了 蝙蝠骑士发现了女王 但是女王有林肯 蝙蝠是破不了林肯的 没办法 只能看着 林肯给了猛马 防止猛马被拉 死问过来一捶 捶了林肯 马纳斯攻走 死问因为有盾打的地道凶 蝙蝠想再追 替掉一个等力的场 开视野过来 蝙蝠有炸 巨魔有BKB 怎么说 再犹豫要不要打 这边留了一个船长 开船之后自己被秒掉 大住两个 巨魔BKB 女王大招漂亮 直接秒掉两个 再是一个数字发大招 断一手死问 大招是破了对面的林肯 女王很机智 林肯是给了巨魔 再过来切蝙蝠 打掉死问的盾 女王追着A蝙蝠 先A蝙蝠 女王又blink B过来 A尖叫带走 还剩一个死问 跳过来 直接配个小歪 先切后排 切死了一个术士 Resolution一波三杀 但这一波 VP已经是打得比较不错了 跟对面打了一个三换三 而且他们是三四五 换了对方的 二三五 而且死问是有盾的 打得已经是比较不错了 打回了大概一千三的经济差 这一波技能combo很到位 船长在前面吸收伤害之后呢 死前是开出了船 然后马格纳斯大两个 加巨谋的BKB输出和女王大招 全部打到 直接是秒了对方的剃刀 和死问的第一个盾 还有个蓝胖子 死问下一件出强席 这装备的格子也只剩一个强席的位置了 一万五的经济 巨谋是先补了一个散尸 我发现Ramuzis是比较青睐散尸 这个道具 小歪 估计重施 又是蹲树林 再蹲女王 因为他的技能比较多 是可以破林肯再去 秒杨秒拉的 女王下件是要出紫苑 感觉在紫苑之后 女王可以考虑自己也出一个BKB 因为这一局 奥特小控确实太多了 光靠一个林肯不太好发挥 如果只有林肯的话 那对于女王这个切入的实际把 我要求非常的高 我们看Nor1其实确实是一个 打比较自信的选手 刚才他应该是给巨魔上了一个林肯 帮助巨魔挡掉了蝙蝠骑士的一个大招 很细的一个操作 术师还处于一个全包的状态 没什么装备 女王是已经自愿了 现在奥特没有盾也不太敢去贸然进攻 叶眼方扫描了一下 发现对方的人远古处是有的 中路就摸漏线代表记 从一波线 斯文下路也清两波线 这个时候斯文踢过来 那可能是要等盾了 都不敢开团 中路这个兵线 小歪放了一把电 马格纳斯这个距离也不敢过去打 点个金 走了 女王继续刷 果然是要出BKB 这一波等到女王BKB之后 才是VP这个阵容正式团战强势期的到来 在这个女王BKB之前呢 奥特应该是要找机会来主动打一波的 利用斯文装备的成型 但是斯文 关键是不能被猛马控到 不然的话 被巨魔充脸输出 还是有可能会死的 虽然说装备很好 四人开悟 这边女王没有带进物力 信使运来的装备是什么 船长推推棒 带了个假眼 女王继续来打BKB 这边奥特人也抱得比较紧 急起来下路 蹲斯文收线 这一波开悟想进肉山看一眼 肉山是还没有到刷新的时间 想进上对方上路的这个圣殿附近 点眼发现没人 那这波悟神应该是要快要到了 而且奥特这个位置是有眼的 悟结束之后应该是 有可能被看到 不过VP是先进了对方野区 但是野区奥特也有眼 所以是看到了VP的人的位置 奥特这波会不会利用视野的优势来开悟反打呢 不过他们的人好像有点散 大哥跟江洋不在一起 那是没法利用这波反打了 剃刀剃到这个位置 也是被VP放的眼看到 下一波应该 不出一波的话是个肉山的争夺战了 他上这个 引刀还是挺关键的 差一点钱 需要让一些资源 他是一直在 给队友上buff 给巨魔一个新buff 没有给到 巨魔收下线 马上上司票走 点一个金 再拱一下 引刀有了 踢回家拿引刀 更新了一个很关键的切入装备 小Y这边是 隐身符过来看一下视野 但是我觉得就按照我个人经验来看 VP的野区不要贸然进 因为VP的睁眼是很多的 不管对面有没有隐身戏 上路是逼到了VP的二塔附近 直接选择了一波 开悟 VP这波应该也是想打的 女王三千块 开悟发现了术士 直接秒 没有悬念 推了一手 是魔棒 大刀能放出来吗 术士 这波好像不想打 这边巨魔被控了 马格纳斯打了四个人 女王大招 全部命中 直接是秒了三个 斯文 开BKB 但是被巨魔打晕了一下 打到了马格纳斯 BKB结束之后 又被女王封筝了 直接斯文被打死 打了奥迪一波团灭 这一波对于巨魔的一个先手 是给了马格纳斯 一个完美的切入机会 帕莎应该是 大了四个人 直接巨魔BKB 反打加女王一个大招 我们看这一波的伤害量 女王是三千一 术士的致命连接 给了三千三的伤害 加上巨魔的一千四 完美团 这是一个标准的完美团战 而且术士这波 也居然没有死 这波术士一开始 被死问 开悟打先手 居然是没有死 然后小Y是 第二时间发现了 对方的巨魔是可控的 选择蛇棒加羊 给了巨魔 但是马格纳斯一个大招 直接断了对方的一个combo 这一波小Y踢过来 这个盾乃不想放 巨魔打得很快 小Y是有跳的 先反对方的眼 但是来不及了 这波盾乃还是被VP抽下 VP一波翻盘 真的是一波翻盘啊 女王顺便 紫苑单杀了一个小Y 我们看经济曲线 从落后7500 到目前的领先 已经到了5800 这个女王也是直接拿到奶酪 更新了BKB 这波团战打得真的是漂亮 刚才巨魔战将这个位置被控啊 确实奥的肯定是一股脑去杀巨魔的 因为他们知道 只要能秒掉巨魔 团战是稳赢 但是就在秒巨魔的可能差一两秒的时候 被马格纳斯一个反踩 决定性的一个大招 配合巨魔和女王的反打 是把奥特达的团灭 VP更新一波装备 推个二塔 好的这一局有点难了 斯文这个位置有点落单 直接挑出0TP 走了 斯文的钱 直接买了强席 没有留买活 VP一波开悟 技能还差术实一个大招 其他的基本都有了 但是兵线不好 提导也TP 那这波VP应该还是要先收线 女王是直接补出了飞鞋 经济来到了全场第一 VP确实这个阵容的后手能力太强了 有减伤 有无时分远的团控 然后还有两手控制 加上两个BKB的AOE核心的输出 就是一个标准的团战体系 他们只需要对方的站位给自己机会 如何让对方给机会呢 那就是要么是对方打先手 自己反手 要么就是利用自己开悟的视野打一个小范围的先手 比如说一个跳拱 或者是女王的子愿 然后让对方的人过来救 然后再来打一个大招 提导更新了BKB 但是这个时间提导的BKB啊 说实话不质别 因为VP的控制 关键控制 它是无时BKB的 就是提导只要被控到 巨魔的输出 女王大招也是无时BKB的 所以提导 关键是它不能被控到 BKB就很有用 只要被控到 它该死还是要死 奥地一波五人开悟 这波这个二塔不想放 VP这波可是有盾奶的 马格纳斯已经破雾了 破雾跳走 反应很快 提导有林肯 这边边不及时怪被秒辞愿 然后在树人里面开团 团长放了一个团 死问刚不过巨魔 正面直接被巨魔A死了 再一个散尸 小Y也要死 死问一倒 奥的是完全没有输出 提导是追死了一个术士 自己被留也要死 开启BKB 给巨魔给天堂知己 但是没用 巨魔追着A就行了 提导应该是跑不了 女王后前面单收了一个蓝胖子 还想跑 不要记留住 没了 这一波打下来基本上 奥特可以击击了 这一波二塔 我觉得奥特是不该过来 守这个二塔的 女王是已经25级了 飞的是线上的小兵 这一波中路直接上高 兵线也带了过来 死问跟剃刀都不能买活 这一波又是一波带走了 这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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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KB 散尸 减速一手 不管了 先拆两路 下路是 弄万一个人拆 一波超级兵 想一波带走 巨魔盾还在 死问垂住 封脸 A 小Y给阳 控 马纳斯把死问拱走 掩护巨魔拆 给一个林肯 超级兵 真的是一波超级兵啊 奥特也是 非常无奈 只能忌忌 恭喜VP是2位0战胜奥特 赢得非常漂亮 这样VP也是 两胜了 昨天他们是2比0战胜的CG 今天是2比0战胜了奥特 VP也是两胜 LFA也是两胜 这是目前两胜的两个队伍 我发现VP是一个很喜欢 一波把对面摁死的队伍啊 他们这个一波流能力确实很强 这一局VP应该是团队的胜利 这五个人是缺一不可 整个团队的配合是功不可没的 这一局VP是5个人 这一局VP是5个人 跟他一样的好一样 在这一局VP是5个人 感谢观看